十种营法术在咒术回战中 被誉为最强咒术之一 随着速挪展示其真正的力量 我们才知道十种营法术其实很强大 我们从五条雾那里得知 在过去禅院家族和五条家族的当家 展开了一场致命的战斗 导致双方同归淤尽 五条家族的当家是六眼和无下线术士使用者 而禅院家族的当家掌握十种营法术 然而究竟什么是这十种营法术 虽然我们从未见过扶黑会使用所有的营法 但自从速挪现在掌握了这个力量 我们见证到十种营法术所具有的巨大潜力 这个视频我将分析十种营法术的细节 并探讨它与领域扩展之间的关联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让我们十种营法术中的第一个世神预选开始 据说是十种营法术中第一个会获得的世神 可以视为一个入门世神 它被说成是非常方便的世神 拥有高度的敏捷性和出色的感知和搜索能力 御犬最强的力量是魂 不过我们稍后会谈到这一点 御犬分为两只狗 一只白色和一只黑色 河头上有三个相反颜色的点座区别 要召唤它们 使用者需要将双手合拢形成 一个类似狗头的影子 这种召唤技法允许使用者 换出单个狗或两只双狼 扶黑会用御犬的能力来克服较弱的咒铃 御犬也擅长追踪气味 可以提醒扶黑会有关接近的咒铃 或者引导它前往特定的目标 在大家被困住时 扶黑会召唤了它的白色狗来帮助寻找出口 但当它们转过身时 它们看到它的狗的头被砍下来并卡在墙上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白色的狗 因为当其中一只狗死亡时 它们再也无法被召唤 这对于其他世神也是如此 如果另一个世神完全被摧毁 它也无法再次被召唤 但据说被摧毁的世神所留下的技能和力量 将传承给其他世神 在与花狱的战斗中 黑色狗获得白色狗的力量 这使得黑色神狗能够根据命令变成更大 更强大的形态为魂 魂具有人类形状和双色的狼人世神 能够攻击 帮手并为使用者提供支援 它的显著特点是极左和强大的招 能够对特级咒铃造成损害 也可以将魂与自己一起隐藏在对手的影子内 第二个世神事业 叶是一个大型的猫头鹰半生物 拥有橙色的羽毛和像面具一般的白色脸部 它有着巨大的翅膀 两套爪子和人类般的牙齿 召唤叶所需的影子手法 是当使用者将双手拍在一起 模仿出翅膀的形状 叶一个多功能的世神 主要是因为它能飞行的高度机动性 而让它与浮黑会的其他世神有所不同 它能够勘察广大区域 并将潜在目标的任何信息回报给使用者 叶非常适合作为支援型世神 与其他世神搭配效果也很好 在攻击方面 叶拥有带点的翅膀 能够在与敌人碰撞时 释放出令人惊艳的紫色电力 它的飞行能力使得它能够有效的 应对目标在地面和空中的敌人 然而叶在狭小的空间中效果较差 但在开阔的区域中表现出色 尽管它能够短距离在浮黑会 但其力量不足以进行长时间的空中运输 第三世神是蛤蟆 蛤蟆是一个人形大小的世神 其眼睛周围有着特殊的斑纹 肚子上则有一个与十大神器中的深海 致敬相似的符号 使用者可以利用双手和手指 形成一个青蛙的影子 从而召唤这个世神 蛤蟆主要被归类为辅助形式的世神 浮黑会认为它相对较弱 浮黑会巧妙地利用蛤蟆的伸长舌头 迅速抓住定奇也强威的身体 保护它免受伤害 此外蛤蟆还展示了在搜救场景中的实用性 安全地用嘴巴携带着定奇也强威 凸显了它在与狱犬一起的有用性 在战斗中蛤蟆的舌头 证明了其在困住敌人方面的有效性 能够以强大的力量将其猛力投向物体 比如用舌头缠住了速板二两 并将它猛力摔向人行道的侧边时 造成所有窗户的破碎 浮黑会将蛤蟆荷叶的影子合而为依 形成有翅膀的蛤蟆 为战斗提供协助的能力 这些有翅膀的蛤蟆具备增强的飞行能力 可以利用它们的舌头来束缚敌人 尽管它们可能比各自的原型较弱 但优势在于它们可以无后果地召唤 只要它们还存在 它们就可以保持可用 第四个是大蛇 大蛇是一条巨大的白色蛇 下腹部呈淡黄色 它在身体上有黑色的斑纹 使用者通过手指形成成舌头的影子 可以迅速从自己的影子中召唤出巨蛇 在与素挪的对决中 胡黑会充分利用巨蛇的快速召唤能力 它以巧妙的战术利用大蛇 发动了一次出其不意的攻击 将素挪困在大蛇的口中 使它无法移动并悬浮在高空中 然而素挪很快就成功脱困 撕裂了大蛇并完全摧毁了这个世神 第五个是满象 满象是一个巨大的世神 形状类似大象 使用者将一只手叠在另一只手上 并操作手指形成一个类似大象头部的影子 满象是从使用者的影子中召唤出来的 但这需要一些时间以及大量的周力 满象能够从鼻子喷出庞大的水 这股汹涌的水流具有足够的体积和压力 足以淹没整个走廊 在与素版二粮战斗时 利用满象的体重来发挥自己的优势 它在空中召唤出满象 利用巨大世神的重量向对手砸去 第六个是兔兔 通过用双手形成兔子头的影子 使用者可以从他们的影子中 召唤出数十个兔子世神的巨大群体 这些兔子是虚弱而无害的世神 主要用作分散注意力或提供其他形式的支援 利用他们数量众多的优势来帮助他们的召唤者 不同于其他世神 兔兔可以不受影响地持续大量生成 无论有多少被摧毁 浮黑会在与父亲的战斗中再次使用兔兔逃兔 这一次当他召唤了兔子时 他们汇聚成一个巨大的巷上波浪 兔子纷纷降落 造成混乱和困惑 浮黑圣尔本能地冲向兔群进行攻击 但幸好浮黑会成功避开了他的攻击 第七个是圆禄 圆禄是世神中最迷人之一 再一次对峙中 万用他的虫子困住宿挪 但宿挪轻松地召唤了圆禄 使所有的虫子消散 万意识到他的液态金属已经失控 并发现圆禄具有透过反转术式疗愈的能力 能够中和咒力 这意味着传统的咒术对宿挪无效 因为圆禄散发的正能量 将使这些技能的咒力无效 许多人猜测这只圆禄是否 有可能克服五条物的无限能 尽管这是我们唯一一次目睹圆禄 他的表现令人惊叹 万的咒术展现了惊人的力量 他能够创造一个坚固的盔甲覆盖全身 然而宿挪轻易地在几秒钟内抵消了这个咒术 圆禄的正能量强大到 足以让另一个咒术师 失去对被强化的物理物体的控制 第八个是灌牛 一旦被召唤出来 灌牛就向着目标撞得往后退 故事中万设法抓住牛的脚并把它抛开 但灌牛立即再次发起冲撞 在万拳击了灌牛之后 他注意到灌牛只能直线移动 然而灌牛冲撞的时间越长 它的撞击力量就越强大 这是我们唯一看到灌牛的一次 但它告诉了我们它具有直线行动的特性 而且冲撞时间越长 撞击的威力就越大 有趣的是 这种弑神需要在召唤后立即采取行动 因为如果任其冲撞 将会产生强大的撞击 这一撞力量足以不仅将万推开 还导致它的形态部分破碎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九个弑神 这个弑神的身份仍然是一个谜 关于它的身份 有各种理论 从一个巨大的骷髅 到一个可能的工具都有 然而只有等待看素挪是否有使出来 它的真正性质才会被揭示 也许在对战五条物的时候会使用 我相信也许会出现在漫画第229 因为素挪突然就使用了魔虚罗 然而五条物没有察觉到素挪的行为 我相信可能是第九个弑神的能力 任五条物察觉不到 你们觉得呢 最后一个是魔虚罗 魔虚罗是所有已知召唤物中最强大的存在 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召唤物 根据官方手册说 魔虚罗是一个从未被认和 先前时影咒术使用者所征服的弑神 他具备分析敌人攻击的能力 使其能够发展出对抗和有效反击的方法 魔虚罗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 是其极强的再生能力 在故事中被视为其中一项最强大的能力 一旦魔虚罗受到了咒术攻击 他将会适宜先前的攻击 例如素挪的攻击 对魔虚罗进行的批斩攻击 魔虚罗便会是应该攻击的技能 对进一步的斩击变得无邪可击 无论其之后受到多少次的斩击 魔虚罗都能持续不断地恢复 当素挪反复斩击魔虚罗时 魔虚罗便会变得毫发无损 素挪在意识到这一点后 注意到魔虚罗头上的那个轮子 每次适应和再生都会让轮子转动 为了对抗这种不断再生的能力 素挪使用了他最强大的攻击 也就是领域展开 通过将魔虚罗困在自己的领域内 素挪展开了一连串的斩击 包括批斩 解体和其他各种毁灭性技能 然而尽管进行了一连串的斩击 魔虚罗却持续抵挡下来 仍然还存在着 这表明他并不容易被驱逐 这是因为魔虚罗先前已经适应攻击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 魔虚罗是否保留了先前的适应能力 在过去曾经十种营法术使用者 与六岩使用者战斗过 两人都互相残杀死亡 如果那名使用者使用过魔虚罗 这意味着魔虚罗可能已经被当时的无限适应 即使魔虚罗不保留先前的适应能力 我们也想知道魔虚罗承受五条物的攻击后 他是否可以适应无限的能力 从而能够攻击五条物 这个问题很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得到回答 但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答案 此外魔虚罗挥舞着一柄对正能量笼罩的剑 它的作用与原路类似 正能量将对普通咒术产生抵消作用 因为它与咒力相反 任何咒灵都可以轻易被魔虚罗轻易驱逐 素娜甚至承认 如果它是咒灵的话 它将被魔虚罗击中的一瞬间被杀死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领域展开的话题 不黑灰的领域展开名为倩和安义庭 这个领域会创造出一个类似沼泽的环境 充满着阴 可以让十种营法术得到充分的发挥 快速召唤世神和分身 在对抗特级骤灵的战斗中 不黑灰巧妙地运用影子分身来欺骗对手 让对方误以为他们已造成致命遗迹 然而由于扶黑灰的领域尚未成熟 缺乏确定性的避重效果 目前倩和安义庭主要用于增强十种营法术 提升扶黑灰的潜力达到120% 值得注意的是素娜的领域展开与扶黑灰不同 素娜将拥有确定性的避重效果 以及领域展开带来的属性增强效果 如果素娜的领域展开运作方式与扶黑灰的相似 那么他也将使他的咒术潜力达到120% 这结合十种营法术和领域展开 可以说是故事中最具多样性的咒术 还有其他许多强大且具有战术性的召唤 虽然目前为止扶黑灰只使用了其中六种召唤 但有些部分是通过素娜看到 我迫不及待想看到他如何对付某条物 我相信不论他做什么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最重要的是我想知道第九个世神是什么 以及摩虚罗配合领域展开会产生什么样的火化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个喜欢并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我会根据大家的建议和我自己的想法 发布不同主题的影片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